我也看有人对这个萨达姆写的小说的评论 就是说啊 反正往往都是像个古代预言 然后里边有个英雄 也有美女 也有这个爱情故事 但是呢 他们也是这么认为 就很多分析 就是他这个爱情 也是象征着什么政治啊 什么家国啊 这一类的主题 是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啊 那这中国凭这个古诗的一个传统 实际上我作为个学生啊 我一直不太理解 比方说 他们说诗经 是吧 这个这个官官聚就在何之州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啊 历来研究 这都是在写 这个大臣和皇帝之间的这种关系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有时候也会怀疑 还是说这就是个淳朴的 当年爱情的民歌呢 不这美人香草 至少从处词以来 就一直被当作 一个其实是君王和臣子的关系 是吧 是是 一个比较 他这个这一类的东西 问题是他 你说的是巧合也行 就连那个温廷云的这个菩萨满 都被解释成就是这个神了 就是被被被遗忘或者是被被冷淡的臣子 说是就没有人喜欢他 所以他这个拦起弄峨眉啊 什么梦妆梳洗池 就是他早上起床 连化妆都没有兴趣了 因为没人爱他呀 我觉得这好像真的是中国文学上的一个特色 中国就是一种特别阴性的文化 这种文人对帝王的心思 用这种方式 这么缠绵翡测的 这种柔软的方式 又觉得读的有点起鸡皮疙瘩 你从英美的诗歌里边 理不出这么一个明显的诗歌 他有歧视精神 但是很难说把这个给比赴到什么 可是刚才说的那个中东 这个萨达姆啊 有另一个长篇小说 而且是在 那是叫海湾战争吧 就是原来那个老布什发动的 老布什发动的 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写的 他写一个阿拉伯的少女 怎么被这个所谓被监恶 而且说天理的 他阿拉伯少女呢 比喻的就是伊拉克 而这个强暴者呢 美国 比喻的就是这个布什 老布什 当然美国人绝对不会这么看的了 他充满了感情写这个东西 这究竟是他这个 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做比喻 他是一个弱势民族的心理吧 弱势民族的心理 没有关系 可能 咱们说就是被什么铁骑禽兽 柔炼 对对对 是这样 再一个他要煽动 他有煽情性 因为我原来看那个第三帝国啊 他里头引用的就是希特勒 他返游 返游的时候 希特勒他怎么返游呢 他就让大家来想象一下 说一个犹太的一个 一个无耻的一个男人 按住我们一个热尔曼的一个女人 来进行这个强暴 这一听大家这个 说好像我们自己为了保卫我们本民族的女性 我们就得起来 就得就得把犹太人 可能还可以拱火 而且你看 拱火 他这个拧巴在于 你要是真看当年那个磁带 就是那个希特勒演讲的时候 希特勒是一个长得很女像的人 就是一个瘦小的一个 他那个时候提倡了一些健身的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个 爱尔曼就叫什么来着 热尔曼民族 这个这个都是非常强健的体步 男女都是这样 他那运动会 真的你一看 后来看那个什么 抑制的上 那个片子拍的好极了 就是这种人体的健美 可是这样一个教主 确实这么一个柔弱的 一戳小胡子 有点喜感的这么一个人 你看他演说的时候 他又是一种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阴性的方式 来煽动起这种 就是男性的这种被女性 就是被女性化了 还是怎么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拧巴 我可能没说清楚啊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阴的东西 因为阴山 删起一种 就是男人的一种 就是邪火 邪火 我觉得我绝对不能当 这个是特别能煽动人的 特别能 特别能煽动人 这男人的女相 很可怕的 到最后 尤其是成了领袖以后 就说你侮辱我们的妇女 这个例子 这个是血里边的东西 这血里边的东西 他立刻学 什么 血性 血性 要不说 血里边的东西 没错 这个在这个一个民族走弱的时候 是特别的 尤其是这民族曾经光辉过 曾经有这种 就是马上 或者是有这种大文明的 这种光荣的记忆的时候 而且就是你这种人 要不说咱们都 他就不是一般人 像希特勒什么的 他真有一种 就是镇集国家的那么一种 你比如说 我记得那天 我看一段话 他临死前 自杀之前写的 你说他临死前 他想什么 他就说 如果德国这个民族 不能够去奋起反抗 什么英国 美国 俄国的话 那么这个民族死不足惜 他会这么 这种文学的力量 他会这么 你们连抵抗都不敢 对吧 你们真实都应该 你说希特勒他能这么想 这个刚才您还说 这么一个词 也是我最近 那对我也有点刺激 就是写性 写性 没错 什么事 最近怎么老说写性 我怎么有点处啊 甚至有什么新的 西雅主义 对啊 有这么文学化的煽动 我觉得 你想看 写性和理性 我们还是想办 咱中国还是来点理性吧 你跟我写性 写性咱们干嘛呀 比如咱们 没错 要干什么呀 比如咱们号召 假设咱们这枪前三行 是号召大家写性 号召完了以后 您怎么表现呢 所以王老师 你说你咱俩 咱俩 见坏人就咱 见贪官就咱 回头人家还宰你呢 你就是 他这说的 更有血性的 到最后 我说爱国贼 现在网上的说 有一批 就这种 用这种爱国的激情 淹没你的理性 最后枪害的是谁呢 其实是你自己这个民族 其实血性呢 你要真实说科学分析 它的成分呢 它是什么 它是肾上腺素 它是各种内分泌 它是让你这个人呢 一下子起来 像像他们说的 本能的反应 战或者逃 这是血性啊 可是这个东西也很玄 不是 如果假设说啊 假设说现在 你就处在一个战争的状态 你在这一面 你讲讲 我觉得也还是我能够理解 是不是 你如果是和外敌 正式进行殊死斗争了 那时候又顾不上 仔细分析了 说你有三条优点 我虽然有三条优点 我还有八条缺点呢 那你不能那么 就聊天 我的血肉铸成长城了 我说现在出什么事了 就写凝上了 闹闹什么呀 我这真的不是当面说啊 我真的觉得就是 作家当政治家当官 真的有个节制 这个我觉得王老师 比如说当文化部长 没问题 就像马尔罗一样 法国的马尔罗 在达德国的时期 他也是当了文化部长 但是文人是要以文章传世 最后人们记住马尔罗的 这个当文化部长 只是个花絮 记住的是人的命运 人的状态 他那集本小说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如果这个文人 真的最后觉得 我的这种文学化的想象 能够改造世界 改变这个民族的命运 而且他有了绝对权利的时候 这绝对是灾难 不是他这个浪漫的东西 脱离了实际了 因为他有时候这个作家的好处 可爱之处就甭说了 是不是 他很有感情 他是不是动不动 动不动 人家别血性 我有时候叫有点泪性 就是一一激动了这两眼 两眼睛 他反而不是 泪性有一点 泪性还挺多的 血性我也没有到激动的时候 说把这个动脉割开 给大家看看 我干嘛呀 是不是 是不是 我都没有 我有点泪性那倒是有 但是 这个又有一个奇怪的事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从来就是 从文学的好的这一方面 我觉得文学这东西 对于这个政治里头的 有些不干净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抵制 为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光从这个实力 光从这个 什么是对你有好处 对你家官进脚有好处 或者对你这个集团 进脚有好处 你能够多从这个 正义方面来想 对 类似的观点呢 就又有恰恰相反的例子 就是秘鲁的这个略撒 略撒呢 他写文章的 他写的文章 和我20至30岁时候的观点 完全一样 他说就说什么呢 就说文学本身 他要求的是人性 要求的是人道 他要求的是理想 要求的是美善 他反对的是专制 反对的是独裁 因此有文学 就不会有专制和独裁 这就恰恰相反了 那怎么卡加菲也有文学 卡加菲也有文学 萨达姆也有文学 米洛舍维奇是诗人 卡拉基奇 卡拉基奇是剧作家和小说家 可惜咱没看过他的戏 斯大林也喜欢文学 然后据说普京也喜欢文学 我是听那个 和我小妈说的 对 所以这都对文学不见得是好事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原型广告之后见 改变距离 这样不行 只有改变速度 才能改变距离 麦达斯轨道车辆旅行彩 为您建造美好未来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并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杰宁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一百年前 人类发明了味精 二十年前 泰泰乐创造了鸡精 今天泰泰乐唱到鲜上加鲜 加一点鸡精 加一点酥脂鲜 加一点鸡汁 味道好极了 我发现全世界人民都喜欢往淫魔方向上聊 一出事 现在基本上我发现卡扎飞原来也是个性狂热好家伙 原来说什么美女保镖 卡扎飞带儿子一块强奸 然后怎么就就开始这些故事啊 就开始散布 不是说她的这个女保镖都是处女吗 对啊 就是来的时候是处女 来的时候做艾滋病检查的 做艾滋病检查 来了之后呢 被被她这个父子都强暴 强暴之后 然后逼着女保镖去枪毙别人 这是 他那个文学的那个小说里边有一篇就叫死亡 我看 那里边就是说 这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这倒是挺文学的一个起头 就说死亡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没人知道 然后讨论了半天的结果呢 他这个小说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就是说 如果是死神是男的 那就要抵抗到底 如果这个死神最后是女的 你就要向他投降 这时候就等于要死在女人的怀抱里 对吧 挺好 对 黄老师我倒是有一个问题 您是从事心理分析工作的 这个以卡扎飞 您看他小说 他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文学幻象当中的人 他会怎么了结他的最后呢 你假想的吗 这个我也假想不出来 但是我认为卡扎飞 他也不仅仅是一个个人 他反映的是什么呢 他反映的是 就是类似像利比亚这种国家 面对着全球化 面对着现代性的那种进退诗句 那种甚至带着一种仇恨 阿富汗也是很明显 也有这个问题 我甚至要说 就是中国的有些边市 就是边疆这些事情 也和现代化 和非前现代化之间的冲突 这个焦虑 也有关系 艰难化使人焦虑 焦虑 对 所以卡扎飞后来也发动了文革 就在他们国家 在七几年的时候 发动了他们国家的文革大革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就跟小红书一样 有一套的这种 人的生活方式